台灣人一年可以喝下十一杯手搖飲 一天一杯相當於 你每年至少花兩萬在買飲料 但你能分辨哪家飲料店是用好的茶葉嗎 大家好 我是痴痴 又來到了上山下海 痴痴痴 我們今天來到了的是台中 你知道前一陣子 就是網路上沸沸揚揚吵的那個 飲料爭霸戰非常的兇 但你知道其實很厲害的飲料店 都是從中原部起家的 今天一樣就是要來尋根 到底是什麼秘訣 讓他們的飲料這麼的好喝呢 我們公司的同事啊 超愛喝飲料 每次喝完手搖飲他們就非常有動力 你們會願意花多少錢買手搖飲 我現在每天至少要七十五十塊 因為我都喝鮮奶 然後現在鮮奶類就是長得很兇 我看不出來你鮮奶有長了 我是加料拍 加十元或十五元 通常也都是好六十七十然後八十 喝那種太便宜的茶會容易心悸 或是覺得味道太讚 那我倒不如喝水 所以我覺得茶的品質很重要 這很好奇問觀眾 你們是五十元派買一個手搖飲 還是八十五塊買一個手搖飲呢 可以底下留言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認識 一個好的茶葉的爛生 走 南投 Let's go 你知道上山山下來這系列啊 因為其實源頭都不是帶都市嘛 然後都要跑到外縣市去 所以呢每天一大早呢 清晨我們就要起床了 那你知道就是錄影在那邊一整天呢 你知道我頭髮到最後就像蕭卜一樣欸 我也不太習慣用飯店的洗髮精和護髮 所以我一定會戴這個 菲柔免充洗護髮精華 然後放包包 可以馬上急救 讓我看起來狀態是非常好的 有吧 再加上呢 因為我頭髮很長 可是又有自然卷 即便是我每天都已經用離子夾 但畢竟是用燙的 所以其實還是會傷頭髮 所以護髮呢 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加上天氣開始變熱 我不是好像會辦這些cosplay啊 然後需要戴假髮 然後戴假髮 就會讓我的頭非常的綿膩 然後整個這樣子壓住 But自從我開始用清爽款呢 非常的清爽不黏膩 而且它是免充洗的哦 所以我在外面啊 如果我想要拍個美照呢 我就會提醒我同事說 欸趕快幫我把這個免充洗護髮 給我這樣 馬上急救抹一下 這樣你們修圖 也不用修得那麼辛苦 好我我剛洗好 但我現在只有先洗毛毛而已 你看我妝都還沒有戲 因為我知道你們想要拍我美麗的樣子 菲柔免充洗護髮 它的那個是微米分子呢 所以它的這個護髮吸收呢 非常的迅速 可以馬上護進去修復 然後它的味道呢 也非常的香 有葡萄柚的味道 而且質地非常的清靈哦 免充洗呢 乾髮跟吃髮都可以用 還有分滋養款和清爽款 使用離子夾 髮質比較毛造實 推薦用粉色滋潤款 那夏天氣溫高 或是運動流汗呢 我會推薦用藍色清爽款 我每天用 我都已經快用完了 味道非常的香 頭髮一毛趕緊用一下呢 就會非常的柔順 你要出去約會啊 然後拍片啊 走在路上搭公車啊 你都可以馬上來使用 我真的覺得這種這個 嬉皮質非常的乖 你有沒有看一下我的頭髮 是有光澤的吧 明天一大早要去採茶 雖然我看起來還是狀況非常的好 還要自己那個 不好意思滷溝 第一集我們是下海 第二集我們真的就是上山了 好的 我現在來到的是南投的民間鄉的茶園 我們就是要來一探究竟 到底誰才是茶中之王 但我還蠻訝異的是 為什麼這個茶數這麼的低啊 南投民間鄉是台灣的茶葉重鎮 海白高度大概200到400公尺 茶廠遍布茶鄉處處 是台灣所謠茶的主要產區 我們來到了是四季村茶園 四季村頭是茶農無意間發現的野生品種 可能是青心烏龍 無意種母豬雜礁出來的 抗寒性十分高 而且香氣明顯 春夏秋冬皆可以生產 一年可以採七到八次 因此取名為四季村 我們現在剛剛在鼓賽 請問我要怎麼稱呼你啊 李先生你好 李大哥你好 我要怎麼採收一心二葉啦 一心二葉 就是從這邊 栽起來 這樣就是一心二葉 心在這裡 兩葉在開這邊 是這個心喔 心在這裡 南宮真的沒有比較快 沒有按到我那種菜鳥 我光在那邊看 要怎麼分辨什麼是一心二葉 三葉超慢的啊 這看起來是一心三葉 沒關係 三葉也沒關係了 等一下 我拔不起 沒有你 等一下 為什麼我拔不起 用折斷的 你如果沒有刀片 你用指甲 這個大拇指 有了有了 一心二葉跟一心三葉的差別在哪 一心三葉的葉子會比較老成 但是到三葉的時候會把三葉把它剔掉 最佳峰會在一心二葉泡出來的峰會是最佳 一般那種茶農都要怎麼採收啊 機器採收了所有的茶葉 我們所需要的茶量至少有沒有經濟效益 我們剛剛是機器直接叫 上面的葉子全部都沒了 那如果機器採收完呢 還需要再去做修剪嗎 機器採收完就是最平面的 這個弧度是我們最容易採收的弧度 那我等一下是可以試著用機器採收看看嗎 可以喔 我可以在那邊扶著 但是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那你會保護我嗎 會啊 是真的要讓我感受而已嗎 對啊 就這樣喔 是不是太簡單啊 太簡單了 這要不要開機啊 要開機嗎 很吵喔 然後拿著嗎 要從哪裡走 很明顯的機器來真的是比我想像中的重 你要跟你的趴呢 要一起同步的往前拖 我們有一點不平和 有這個高低落差 整個一批呢 應該是不太能用啦 那個 我覺得比較不好意思的是 通常都用機器採收 不是應該整面都刮到嗎 沒問題 我根本就只是扶著而已啊 彩碩的話是要完整的一心二葉嘛 但是因為剛剛才蠻多就是碎碎的茶葉 那當然了我們泡茶總不能只有喝到粉末嘛 為了不要讓這個茶農的損失禪重 所以我就是要就此成熟 對 為什麼台灣適合種茶呢 因為台灣啊不是處在高維度地區 因為茶園呢最擔心有洞害 那因為地形複雜 和很多山丘 可是又不高溫 所以整體而言 台灣的地勢氣肉與土壤條件 都是非常適合茶樹生長的 為什麼我們要在豔陽高照的時候才能採收啊 下雨天或者是一大早這種有露水的時候 其實對茶葉不是非常的好 其實我們茶葉採收完 我們必須還經過了室外圍雕 然後讓它的茶的味道更濃郁 所以我們必須要選擇在天氣好的時候 下雨的天氣我們就無法採收 茶葉的採收天氣會影響茶莖的品質 所以有雨天或有露水的時候非常不適合 最好啊是有連續的大晴天 茶葉香氣呢揮發最鼎盛 就可以做出品質最好的茶葉 民間香它其實是蠻多茶葉的 但比我想像中還要平 跟大家所想像的高山茶會比較陡峭的差別就在這裡 在松柏嶺這個地段 其實海拔只有三四百公尺 所以我們的飲料用茶 種出來的面積跟種植的量 在全台灣是屬於第一的 喔 對 茶是採茶樹新長出來的芽或葉 做原料製造而成的 這些被採下來的新葉就叫做茶莖 使用機器採收的茶葉 在台灣多為中低海拔 大量採收成本比較低 製作飲料茶的茶園使用 喔 我快不行了 喔 你知道我帶在斗粒 我頭髮整個都毛躁 會變得很亂 但是沒關係 我用這一個 來杯柔免充洗護髮 及時補救一下 因為你知道就是人在外面 你頭髮就很毛躁 就會看起來很阿渣 通常免充洗 大家可能以為是說 也要在你洗完頭髮的時候 然後頭髮在半乾的時候就要先擦 沒有喔 你現在頭髮是全乾的狀態 你也可以抹這個免充洗的護髮 就是讓你的頭髮更不會隱隱毛毛的感覺 茶農把新鮮的嫩液摘下來之後 要製作成乾燥的茶葉 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程序呢 我自己覺得一開始蠻不懂茶葉 我會覺得蠻複雜 但是我覺得用以下方式會比較好理解 像後方那個小貨車 就是我們剛剛在茶園那邊 用機器採收下來的茶葉 茶農呢會用這個爪子呢 平均的把這個茶葉呢 分散在這個外面 然後去讓陽光晒 頁面的光澤呢就會慢慢的消失 這個就叫做尾雕 李大哥我這樣對嗎 這個姿勢有點錯了 哇 是這樣嗎 這個這個這個 這樣 這樣這樣 這樣 這樣反的會比較好 喔 反的 喔 這樣這樣 這個很強 對對對 這個比我厲害太多了 我再試一次 我再試一次 喔 比較優秀啦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平均的分散啊 所有的頁面平均受熱 不是 對不起 我只是覺得剛剛已經補好 我把它補過來 沒關係 沒關係 等一下 他們再去修 修回來就好了 喔 有平均的受熱 對 那這樣子通常在那邊曬 要曬個幾天啊 其實我們曬到一兩個小時 因為它會曬過頭的話 反而會對我們茶葉的雜味 會味道不好 喔 這也就是為什麼 你們上面還做一個黑色的棚嗎 對 然後如果天氣太熱了 如果它受熱已經快要到我們的程度的話 我們就會把棚子收起來 把它收到室內尾吊 所以這一切的我們的賽茶的程度 就是關於我們的師傅的經驗 跟我們所要的需求的尾吊程度 那我可不可以先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這個經驗啊 有沒有什麼撇步 摸起來 對 本來是我們的茶樹硬硬的 現在是摸是硬硬的 這個 對 摸起來硬硬的 對 然後等到我們曬到出來 有點軟化 軟化的話 就是大概快可以了 這麼特別 對 它因為把裡面的水分啊 那些把它蒸發掉的時候 然後它裡面的茶樹的葉面 它的水分就會比較減少 裡面的香氣就會提升 等它提升到我們到所需要的程度 我們就會把它採到室內 慢慢的又用另外一種香氣的轉換 補充一下 在我後方的兩位師傅呢 他是在用這個爪子呢 再把下方的這個葉片呢 再把它再次的翻起來 怕沒有被這個陽光給曬到 那為什麼這個會滾啊 我們打開了 讓全部受熱 它們在翻面的時候 讓茶葉在這一面 硬要到我們的發酵程度的時候 我們把它關起來 讓陽光不要那麼刺眼 翻面完之後 我們再把它打開 它不會說這邊已經發酵過度了 這要再做翻面 這樣子 才可以均勻都受熱 這樣嗎 拉過來 拉過來 拉拉拉 然後把這個沙包拿出來 哦 哦 夾 咦 哦 然後 沒問題 拉拉拉出這塊布 拉這塊布 然後甩 把它甩一下 讓茶葉不要跑出地上 對 哦 哦 好 這一塊布放掉 嗯 然後再捲過來 哇 欸 超重 折到這裡 哦 然後好 再來這塊 這一折 就這樣就好了 完成 在我後方的師傅呢 是在做室內尾雕後 要把這個茶葉呢 把它集中在這個竹篩上面 然後去做靜置 而且可以感受到呢 就是 哇 這個香氣非常的濃 而且室內溫度非常的重要 就是為什麼我可以感受到 就是裡面好像有點涼 哇 超香的 那剛剛師傅呢 有在去做這個翻炒的動作 它這一次那個茶巾之間呢 就是空氣有在流動 那流動之後呢 就會讓這個香氣 整個又逼出來了 不過呢 還沒有哦 待會兒我們要去做浪青 然後現在去做翻炒 會再讓這個 整個茶葉的味道呢 更濃厚 我在想說 如果我床部都擺滿這些茶葉 會不會整個都很香啊 很好入眠 近幾年 學著手搖茶椅的風氣盛行 日常生活中 我們會接觸到 茶飲的機會非常高 所以我們每次看到飲料單啊 都會出現鐵觀音 紅茶 玉茶 烏龍茶 茶有數不清的名字 還有多種的顏色 只知道喝起來的風味不太一樣 但是你知道呢 其實這可能都是喝同一種茶葉嗎 其中的關鍵差別在於 發酵烘焙 這兩個製茶的工序不一樣 像是綠茶是不用發酵的 那紅茶呢是全發酵 烏龍茶和東方美人茶呢是半發酵 這些呢都統稱為清茶 那根據烘焙程度呢 又分成高深茶 洞頂烏龍和鐵觀音 那這個是浪清雞 它這個把這個茶葉放進去之後呢 茶莖之間呢會互相的這個管動 然後讓這個空氣流動之後呢 可以讓這個酵素的進行揮發作用 那它這邊呢還有一個一個的洞 讓我剛剛在那邊嚕的那些 可能比較多的話 就會從這邊開始做篩選 那這些小落葉呢就會篩選到這邊 這個步驟非常的重要 因為茶莖跟茶莖之間的翻滾 發酵的長短時間 是會影響到這個茶 到底好不好喝 這是非常需要技術的 然後我已經又聞到這個 濃濃的茶香味出來了 茶莖發酵之後呢 會使用高溫炒茶停止氧化 茶葉的味道就此定型了 不過像是綠茶 又是不用發酵的 那柔點與乾燥呢 會交替好幾次 會改變葉子的外型 就是我們看到市面上的茶葉的樣子啦 要讓茶葉的含水量降低 使茶葉呢不容易變質 油理內外確實達到乾燥的效果 最後調整速度和火候 反覆的烘焙去調整不同類型的茶葉 茶葉再次放到熱水中泡 搓黏後葉子就會恢復到原貌囉 而茶只有一個品種 因為不同的方法製造 就會產生不同的顏色 我現在就是走在勤邁旁邊的台中公園呢 喝這個又香覺醒307 我本身是還蠻怕酸的人 它其實喝起來有一種很清香的柚子味 然後它不會酸色 它是非常乾順的 喝起來是非常清爽 307原來使的是山中之王 0度C的淬煉 和七七四十九天的低溫烘焙 所以307不是公車啦 好 我們歡迎艾瑞 我好奇耶 就是這三個顏色怎麼會不一樣啊 烘焙的焙茶裡面分的三種程度 看到它的顏色是比較淺 所以它是屬於清焙的焙茶 清焙就是你可以看到完整的這個葉子 清焙的味道就是比較淡一點 比較清爽 但它的茶感會比較重 高山茶就是屬於這一類 對 因為我二舅就很喜歡泡茶 然後它很喜歡泡高山茶 像東方美人茶啊 包種 它這些都是屬於比較清焙的 我覺得我好像聞到我二舅酒的味道 我有聞錯嗎 我聞到中焙應該算是洞頂烏龍 它有一點果酸味 後韻有一種淡淡的果酸 淡都沒有到那麼的重 但是喝起來其實是蠻乾順的 它其實跟我們在培肌的時候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像我們的茶葉 它裡頭含有氨基酸 還有單糖跟雙糖 那它透過門風啊 溫度時間的改變 就會造就我們茶葉 就有這樣不同的變化 所以你會喝到的那個果酸 它就是屬於正常 釋放出來的一個香氣 這個時間就會比較長 然後溫度也會稍微比較高一些 這就是有點橘紅色耶 這橘紅色的話 這應該算是鐵觀音吧 你也可以聞聞看 它的整個香氣都完全不一樣 欸 長得也完全不一樣耶 球狀的也那種感覺 烘焙比較久有關心 所以鐵觀音它的那個碳味就比較重 那它差感就會比較低一些 因為重焙的話 是不是會降低那個咖啡因 對 因為我們在烘焙的這個過程當中 咖啡因就會慢慢慢慢的流失 難怪我有些朋友就說我現在已經下午了 我不能喝這麼重的 所以我要點鐵觀音 長知識 現在終於知道了 取中間子的話 其實我很喜歡凍頂烏龍茶 小時候的味道 後來他們就開始慢慢變成罐裝飲料 然後版頭都是用凍頂烏龍茶 就是這個V耶 它有茶感 它也有焙火 甚至它也有這樣子中間的一個果酸味道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家喜歡喝中焙的茶 它可以涵蓋所有的味道 其實焙火這個技術是在整個製茶過程當中最重要 然後也是最後的一個環節 那你的茶味的茶香 然後香韻 透過烘焙的時候展現出來的 所以像有很多很多在做茶的一些長輩 他們很會製茶 但是它並不一定會烘茶 對 烘茶的話這個是需要靠比較長久的一個經驗 那去看它的色澤 去聞它的香氣 它的韻味 花很多時間去做改良 盡量它的衛形跟茶香 是可以在同一條線上的 1985年電視廣告出現 台灣第一瓶易開罐烏龍茶 之後罐裝茶掀起熱炒 80年代台灣中南部開始興起泡沫紅茶店 主打把紅茶加入糖漿冰塊 再用雪克杯搖 讓空氣進入茶體 會產生出很多的泡沫 帶有綿密的口感 相較於茶館裡一斤上千月的茶 泡沫紅茶走的是平價快速消暑解渴 很快的就跟各種茶飲品牌 如雨後春筍般在台灣各地發展 手搖飲變成為新式茶飲文化 好又回台北了 那現在手搖飲開滿滿的時代 尤其是台灣的飲料店選擇這麼多 要做出跟其他有區別型的特色 再有一洗之地真的不簡單 那尤其是基底的茶品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新鮮呢其實還是希望可以帶大家 從餐桌料理然後日子到各種人物料 期待大家要在一起去吃什麼樣的美食 尋什麼樣的羹呢 山山下海吃吃吃 我們下次見 有沒有乳溝 有嗎 有嗎 沒有嗎 這樣呢 這樣很低嗎 你們可以點他們的八藥合茶和炙燒熔乳308 我已經錯不期待想要喝那個熔乳308了 要熔乳嗎 對 我要熔乳